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有點暗心的 觀眾朋友 會不會覺得希望說 因為你在戲裡面還有角色 就感覺就是角色的感情 你在 戲裡面的事一樣的時間 有一點 覺得好煩喔 然後希望在哪一層 我覺得講會出的先生發展的事 對啊 對啦 好 剛剛有說問說 沒有禮拜的話還可以拜 我剛剛有聽說,蜘蛛釋很有意思,單身的藍拜,東武全搭的名字 現在你剛剛在裡面吹乾淨,跟大家吹叫什麼? 希望,希望是 接下來你剛剛在拜託的名字 你說什麼? 完全不喜歡 沛傑,沛傑,沛小瑞 我剛剛其實蠻興趣的 因為剛剛那個,我很記得在說 就是跟那個城隍太太說 他在管好老公跟男朋友 我心想,我這兩個都沒有,怎麼辦? 還要造假嗎? 是有點興趣 現在講來幾嗎?一百八 就只有一百八嗎? 就是,心蠻高的 看看小瑞 小瑞 我先考另一半 所以我也是 下一道 不是覺得還蠻有的 可是我一樣跟沛傑小說 那是 也沒有另一半 對啊 今天你們今天拜完就有 耶 男朋友拍手 那不然這樣大家講說超級新事 對啊 對啊 剛剛也有一個很奇妙的感覺 所以也有一次 拜拜招牌 第一次拜拜這麼的歡樂 不是願望都許得心靈 那種感覺 好吃 四十八 現在步到十一三集 然後 我覺得 每個人之間的情感 突然有很多 因為那個年代的感覺 不更淡淡 但是經過十三集 是從十一趟地參與 這些人之間的一些 再來大家的情感回來 希望大家可以 熟悉收看 然後也看看一百年次的台灣 看看大老闆的地方 那個時候 人們生活的樣子 還有街道的樣子 謝謝 謝謝